中秋節吃月餅,端午節吃粽子,不過您知道七夕和中元節拜拜要拜什麼食物嗎? 民以食為天,每個傳統節日都有相應的和解美食和文化習俗 跟著節慶逛市場特展,特別將東山水街市場具有特色的傳統商品帶進特展室 讓端午節的粽子,中秋節的月餅,冬至的湯圓,過年的年糕及年貨輪番登場 從傳統節慶去認識這些逐漸被新時代遺忘的台灣味 我們這次跟著節慶逛市場,這次展覽特別是針對我們旁邊的東山水街市場一起合作 我們常常逛傳統市場的經驗,其實是對我們這些小朋友而言,甚至大學生他們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們透過這次的展覽,讓他們認識市場裡面到底可以有哪一些東西跟我們日常生活很貼近 特別是我們透過節慶這樣的一個概念,尤其現在還是行春期間 他們到市場裡面可以去逛,包括什麼插花粿,或者是一些佛跳牆 或者是有一些年節的食品,這些食品都可以在市場裡面找得到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不只學習到了蔬菜的知識,營養的知識 甚至包括這些從餐桌,從產地到餐桌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何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市場透過這樣的一個節慶,然後認識 特別是我們在地的公山水街市場,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親子市場 我們展覽大概分為五個面向,包括有這個節慶的介紹,包括節慶要吃什麼 包括山水街的市場跟一般傳統市場跟一般批發市場有沒有不一樣 還有市場的一天,還有一些我們現場手作的一些體驗的活動 都歡迎各位好朋友一起來參觀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春節,你看馬上我們就要過元宵 然後有這個什麼,重陽、中秋、端午、TC這個 這些節慶啊,真的我們都可以學習到 他們在我們文化之中那種脈絡那種典故 學到之後,跟著就去逛市場 我記得我小時候真的好喜歡跟著爸媽去逛市場 為什麼?因為市場裡面就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我們萬華這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邊在地的美食也非常的多 那在這個李市長大力的推動之下 我們這個商圈真的是多采多姿啊 好玩好吃的特別多 那今天結合這樣的一個主題 我想可以讓更多人來認識我們這個萬華當地 我們在地的這些美食跟文化 我想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現場還展出多件東山水街市場店家提供的展品 包括猛甲大風魚丸、炸物用的綠勺、 零金紫紮貨鋪提供的砝碼襯等 並介紹台灣一般常見的節慶和這些節慶有關的傳統活動 必吃食物以及有趣的冷知識與小故事 端午有一個另外端午節有另外有一個名稱叫做五月節 對不對 這個是五月節因為五歲五 這個就是古早人你說的五月節 但是現在叫做端午節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七蝦 因為我媽媽以前非常重視七夕 因為七夕的時候就是一定要拜 因為我們以前辛苦喔 要吃好不可憐,跪地跪前就不可憐 那還有一個是中元 中元節 中元在我們鄉下一定要拜一個東西 肌腸 就是肌腸那個時候就是中元節才有的 平常一般不會太重 減重 為什麼 因為減重跟肉長那時候就是 波動、苦度 那家家戶就會苦 那減重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在中元節的時候 展覽從即日起 自3月17日止 在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展出 透過豐富圖文展示 完整表達傳統節慶與美食文化的連結 與其背後的寓意及故事 讓民眾認識在地飲食文化的同時 加深對本土文化的關懷 延續台灣古早味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好 然後完了